这是一个百炼成钢的铁边 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炖兵器 属十八般兵器之一 大多由铁锻造而成 其身分节没有封刃 非力大者不能灵活运用 战斗时可震荡对方兵器 其微可入目三分 势大力尘 一铁匠用它征战四方 最终成为一代名将 虽朝大业五年 城里一家铁匠铺中 一个精壮男子正与父亲打造铁边 手艺精湛引来周围群众的赞叹 经过百般锻造 入水降温 一条百炼成钢的铁边显示 这是男子给儿子的礼物 其上还刻有孩子姓名 男子名叫玉池公 他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可他不知平静的生活 即将离他而去 一天村民祭祀天神 玉池公父子将一铁边 供奉于天王庙 祈求上天保佑远离战乱 城外却出现了数位军马 他们打着保镜安民的旗号 来此征讨军粮 所过之处横行霸道 眼见横冲直撞的马匹 即将撞上游戏的幼童 玉池公冲出 累住马匹 将士兵掀翻在地 领头还想动手 只见他砸断长枪 上前抱住对方马匹 将对方掀翻在地 飞起的枪头却落下 解决了领头 见领头身死 剩余士兵慌忙逃走 民众却斥责他闯下大祸 只因领头乃是刺死陈方金的侄子 经此一事 家人让他赶紧逃命 可陈方金却已经带兵杀来 妻子用剪刀剪下一柳头发交给他 让他赶快离开 玉池公从后门逃出城外 可放不下亲人的他 又半路折返 拿走了本该供奉给天王的铁边 回到家却见到父亲已被杀害 原是陈方金用数字状暗器 将其杀害 抓住了他的妻儿 玉池公奋力反击也是无用 看着妻儿被官兵掳走 他却只能眼睁睁看着无能为力 多年之后 他成为了将军 助手尽忠借州城 可半夜梦中惊醒之时 只能拿着妻子留下的两件物品寄托相思 此时随朝已崩 诸侯四起 这日唐军攻城 守城官兵拼死抵抗 玉池公临危不乱 从容指挥 更是在城池之上弯弓搭建 于乱军之中射杀了敌方将领 不仅带兵守住了城池 还引得在远处观望的 秦王李世民连连赞叹 乡间据典中 李世民思索攻城之法 却见玉池公独自杀来 程耀金持府营上 也在府边交击时 瞬间被打飞斧头 震得他手上虎口发麻 玉池公纵马紧追不舍 唐将秦琼看准机会在背后放冷箭 一箭射出 却被他一手抓住 眼见李世民已经跑远 他便下马驻边等待秦琼到来 秦琼见此猛将战役高昂 拔出双茧与他激斗 二人皆是高手 大战十数回合不分胜负 这时李世民带人赶回 言辞之中据是招揽之意 只是玉池公得敬阳王重恩 不愿就此判去 李世民不再强求 放他离去 心中已对此等汉将志在必得 夜晚 杨都军夜宴玉池公声称自己已经找到他的妻儿 玉池公一谎言诱骗他 果然见他前言不搭后语 于是威胁他不许加害自己妻儿 隔日程咬金设下一只信鸽 将信交给了李世民 李世民看着这意外之喜 遂下令让三军撤离此地 这引起了杨都军的怀疑 原来他派人看到李世民放过玉池公 决定立刻对玉池公动手 他见到玉池公 网称他的妻儿半路遭遇匪徒 玉池公思念心切 独自一人出城寻找 他在一个损毁的马车中找到妻子 却不想对方是冒牌货 周围假死的士兵一拥而上 将他困在树上 杨都军也出现 告诉他一切都是骗局 晋阳王也从没有相信过他 就在他即将大难临头时 有人放箭将士兵射杀 原是程咬金带人前来解救 玉池公抓住杨都军逼问妻儿下落 一只羽箭却飞来将他射死 眼见线索已断 玉池公悲痛不已 此时李世民再次出现 告诉他愿意给他粮食救济百姓 玉池公见他宽厚爱民 自己又深遭背叛 于是那头便败 归顺李世民 从此南征北战 十数年后 唐朝一统天下 百姓安居乐业 高祖八年 突厥侵犯边境烧杀抢掠 秦王李世民与其弟 齐王大败突厥军队 齐王欲诛杀俘虏 被玉池公及时拦下 此时 齐王出现 将突厥女子调起 让玉池公在一柱箱之内 空手夺兵器 玉池公虽已过壮年 却仍是征伐天下的名将 寻常士卒难犯其微 齐王亲自动手 也不能将他打败 玉池公转身举拳就要落下 顾及对方身份只是打落兵器 在绳索烧断之际 快速将女子救下 夜晚太子来到军营 齐王既恨在心 污蔑玉池公谋反 玉池公未表忠心 引进带路 又有李世民带一众士兵求情 但因冒犯齐王 还是被贬为庶民 他回到故乡 来到了天王庙 诉说自己为大唐出生入死 却遭遇构陷 他心灰意朗 将铁边归位离去 突厥兵败后 可汗亲率大军再次杀到 唐军大败 退至白梁关内 谋士向李世民进言 军中无疑大将领军 围巾之际 只有请玉池公再度出山 李世民便与程咬金 一同前往他的故乡 找到了已经焕然一新的铁匠铺 却发现玉池公神情呆滞 已然疯癫 李世民见他这般 决定不再打扰 程咬金却半路折回 请他喝酒 趁其不备抢走他妻子信武 玉池公却急速抢回 被程咬金戳破了半下 两人小致以情动之以礼 玉池公遂祭败天王 再次拿起已经蒙尘多时的铁边 白梁关前 两军严阵以待 突厥一方 一个青年手持铁边挑战 两人边与边相机 巨大的反阵力 让二人落于马下 青年骁勇不输玉池公 看似眼熟的铁边让他生疑 同时一边挑飞鞭柄上的灵挡 青年顿时急眼朝他猛攻而来 打斗中 二人抓住对方铁边 悬身落地中便交换了兵器 等玉池公细看 却是见到了孩子的姓名 这才明白 眼前的青年就是自己的儿子宝林 当即战役全无 生生受了对方一边 程咬金想要帮忙 却是不敌宝林被他擒下 一晚突厥用箭矢传信 告诉玉池公想救程咬金 就独自前往关南柳林 一日他应约来到柳林 儿子宝林却驰鞭与他拼杀 控诉他关高危险 不顾他们母子死活 导致多年前母亲被迫跳崖 只将铁边留给了尚在年幼的自己 不管玉池公怎么辩解 他都不为所动 玉池公百感交集 放弃反抗 血浓于水 宝林终究不愿动手 此时却有案件射来 陈方金带突厥士兵就要杀玉池公 他早已投靠了突厥 这时曾经获救的女子赶到 原来她是突厥公主 正欲命令众人退下 陈方金射出暗器将她杀害 宝林从暗器上认出了她的身份 父子二人合力攻向陈方金 玉池公用铁边将她顶在树上 宝林趁机含怒猛击 距离透铁而出 树鸡之下就连树木都被震断 大仇得报父子二人终于兵士前嫌 而突厥也大败就此撤军 武德九年六月 李世民与兄弟二人矛盾激化 遂掀起玄武门之变 诛伤了兄弟 同年九月李世民继承皇位 誓称太宗皇帝 可因士其兄弟终业难以安眠 在程咬金的建议下 请玉池公与秦琼把守门前 幼令画师将二人画像贴于宫门 以保平安 这一习俗也被后世继承流传至今 玉池公是由郝一平指导 晋松领先主演的电影 该片讲述了大唐名将 玉池公的戎马一生 影片中的人物显得十分丰满 晋松高超的演技 也为玉池公的形象赋予了灵魂 再现了历史上名将 玉池公刚正不阿的光辉形象 各位看官对这部电影有什么看法 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